周云一死 汗了一冬的大雪 也终于下了 可巨大的国库悔空 谁当其咎 今天召开的御前财务会上 一场关乎国际民生的生死之争 仍将继续 把持朝政的严嵩父子和私礼剑 又会逢迎家境地 致乃些政臣与死地呢 这个人是大明王朝老妖怪 官居内向的吕芳 他带着四个丙比太监 早早等待门外 看到严嵩来了 赶紧上前迎后 这下您可以放心了 周云一那些上天市井的话 不攻自破了 这话是说给一旁的赐府徐杰听的 推出个周云一就想搬倒我 我还没老呢 雪是好雪 要是下的都是银子 我也就不用再操这份心了 可以向皇上告老欢乡了 别以为只有你徐杰游国游民 到头来负责的还不都是我 随口一句话都是家境在前 吕芳这老妖怪真是修炼到家了 这话是在告诉严峰 这场雪一下呀 什么事都没了 要是再干上二十年 还不让人给恨死了 这话就是说给后面的徐杰 高拱和张居正听的 会议还没开始 已经火药味十足了 正是有了严松父子这番话 才逼得家境代言人吕芳 不得不说出下面这番话 皇上太难了 为了大明朝真是操碎了心 这是说给所有人听的 这是看着严松说的 提醒他注意分寸 周云义的事家境还没忘呢 亏空上的事能过去 我们就尽量过去 今年再想别的办法 这话又是转头说 给后面的清流党听的 亏空的事咱就别提了 先过去再说另想办法 我还是那句话 天大的事咱们可得同舟共计 每个人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这是职场基本规则 吕芳并不是想当合适佬 而是要在会议之前定个调子 毕竟家境不高兴 他这个最亲近的人 工作也不好做 手下人就更不用说了 可是这一碗鸡汤灌下来 严峰抬头望着天 显然并不买账 既然是天大的事 又有谁会同舟共计呢 到最后还不是他这个首府的责任 好剧就是一个画面都不浪费 吕芳说完同舟共计 镜头接着就转到了空荡荡的龙椅 下边人在商量着同舟共计 董事长嘉靖却已经几十年没上潮了 御前财政会议马上就要开始 门前几句话已经将矛盾交代清楚了 清流党自始至终一句话不说 实际上已经在憋大招 看来这个会不是吕芳定个调子就能完事的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说